另一起不幸的悲劇 來帶您看到的是 宜蘭一名十三歲的國一女學生 因為跟男網友下約到 這個南方澳的情人灣踏浪 但不幸的被大浪卷走 因而失蹤 經過了四十八個小時的搜救 現在終於傳出消息 女學生的遺體在今天上午 被海浪推到溺水地點附近的岸邊礁石區 我們連線給鄭一平 好的主播放棄中看到救難隊員 合力將國一女學生的遺體 送上救護車 就在二十八號上午八點半 宜蘭縣情人灣海邊 發生一起溺水事件 經過救難隊海陸空 努力持續搜尋之下 救難隊員上午在情人灣 北側礁石區 發現一具遺體 打到上岸 家屬確認就是失聯兩天的柳姓少女 一起來觀念現場 那在早上九點三十五分的時候 我們巡獲到失聯的民眾 那發現時已經沒有生命的跡象 那後續我們跟郊遊警方辦理 相約的事宜 女學生遺體被打到上岸後 警方隨即通知家屬來檢視 確認身份就是失蹤兩天的柳姓女學生 這起溺水事件是因為一名男網友 邀約溺水的女同學到南方澳 情人灣踏浪 不小心才會被大浪捲走 巨蛋隊員表示 之前受到颱風影響 情人灣海邊風浪很大 搜救的困難度倍增 女學生遺體最後也是因為海上的風浪 才會被推回暗季的礁石區 時機頭就在房內